张化县警察局24日在警察局六楼礼堂举行张化、园林、北斗、河美、西湖、田中、方苑等七个分局卸任新任分局长联合交接典礼 会中由周威廷局长主持布达命令会计室主任李金林尖交张化县卓县长及县议员黄玉宽、曾世勇、叶丽娟、林苍喜、陈玉姬、吴淑娟及黄千燕等贵宾力临共襄盛举 对各位卸任的分局长在过去对张化警政的贡献对地方治安的付出 表达诚实诚的感谢之意 也要对英任新职的同仁表达祝贺之意 张化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人情的好地方 到张化来一定可以奉献所长实现理想 彰化已經是一個治安第一 一個安全幸福的城市 這些都要感謝議會的支持 感謝我們基層同仁 大家在工作崗位上 盡心盡力 貫徹始終 善盡之責 所得到的難得的成果 彰化現的治安在現場之道 連續得到多年的冠軍 尤其今年跟雙腰的冠軍 我想這絕對是在 我們現場大力的支持 還有我們議會 大力全力的愛護之下 達到了成果 我希望我們這些新道任的 重要幹部 都能彼此以後堅實的基礎 繼續在治安上 為彰化現奉獻 最大的心力跟力量 創造更加的治安加進 今日旅任新職的都是警察局的重要幹部 除擁有高學歷 豐富的歷練 亦都相當年輕有為 卓縣長除道場恭賀新任副局長 督察長分局長容英新職之外 並期勉新任人員就任後 能發揮所長 繼續為推動彰化現治安維護工作而努力 共同建立優質警政 營造安定祥和的治安環境 公益頻道林俊明 彰化 採訪報導